饺子馅最好吃的 十种经典做法 最后一道真的绝了 第一种 这个馅的饺子啊 你可能没吃过 但是真的很好吃 你看 皮包馅大 鲜嫩还多汁 西湖式去皮 大家都会 把它切成小一点的丁 留着备用 这会儿啊 打一个鸡蛋 先放一遍葱花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像我这样炒熟 炒散 放到碗里 另几锅 炒香葱蒜 先放一半去 用我的手啊 把它的汁水炒出来 使用盐鸡精胡椒粉 蚝油炒香味 这会儿啊 放入炒好的鸡蛋 开大了 把它的肠汁收拨 重点啊 再放点西红柿 撒点葱花 淋点香油 晾凉以后啊 就可以包饺子了 这样做的西红柿鸡蛋水饺啊 薄馅大 一点也不出汤 你要也想吃啊 家里谁做饭 你就让谁看 第二种 牛肉大葱饺子馅 鲜美多汁看得见 通姜花椒和八角 开水浸泡要提早 两根大葱切通花 适量姜末往里架 倒入一大勺香油 腌十分钟是需求 二斤牛肉打磕蛋 食盐鸡精来相拌 生抽老抽一起抽 蚝油来上一丢丢 再来一勺十三香 料水倒进盆中央 一定要分多次到 吸收完全很重要 同一方向搅上进 口感太好别不信 切记包线再放通 葱花不会烂其中 这线鲜美又多汁 无论包啥都好吃 第三种 好白菜千万别再让猪拱了 把它做成猪肉馅饺子 一口爆汁 满嘴流香 首先准备白菜叶子 用刀给它剁碎 控干水分后放入盆中 加一勺食用油 搅拌均匀锁住水分 肉馅中加生抽 老抽 盐 胡椒粉 蚝油 芝麻香油 提前泡好的葱姜大料水 切记分三次加入肉馅中 让肉馅吸满汤汁 再放入剁好的白菜 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多放点葱花 或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调的饺子馅 鲜美又多汁 把馅料稍微冷藏一下 包起来会更加轻松 马上冬至了 你也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四种 饺子馅料怎么调才好吃呢 其实只需多加这一步 您在家包的饺子 也能跟饭店的一样鲜嫩多汁 特别好吃 先用葱姜 花椒大量 加开水泡个料水 肉馅中加盐 鸡精 白糖 胡椒粉 十三香 生抽 老抽 再来点蚝油 放葱花 浇上一勺热油 重点来了 一定要少量多次加入料水 这才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这样调的肉馅 不管是包包子包饺子 都非常好吃 包之前再放入切好的茴香 打一个顺程的鸡蛋 淋点香油 这样调的饺子馅 不仅完整地保留肉的口感 不仅不会发硬 还鲜嫩多汁 喜欢您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第五种 你知道肉馅怎么做才能好吃呢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看完这个视频就学会了 记得点赞收藏 葱姜花椒大料先调一碗料水 然后看好了呀 盐 鸡精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十三香 蚝油 撒点葱花热油激发香味 重点来了 为什么不能早点打水呢 其实这也是为了保留肉的口感 而且是鲜嫩多汁的关键 你可以这样想 有把肉包着 少量多次加了水 才能不像酱一样保留了肉的口感 接下来的重点也很关键 切点自己喜欢吃的韭菜 加一顿母鸡蛋 零点香油 这样调出来的饺子 馅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学会的赶紧收藏 给家人做起来嘛 非常感谢 第六种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 饺子大家都会做 但怎么调饺子馅 才能鲜嫩多汁又好吃呢 鲜热水泡个姜葱大料水 剁好的肉馅中加盐 鸡精 胡椒粉 十三香 生抽 老抽 耗油 葱姜大料水分三次 倒入肉馅 朝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搅拌至肉馅吸收全部水分 再放入葱花 热油吸大气香味 搅拌均匀 锁住水分 最后再倒入孩子们最爱的鲜 打一个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即可 这样调的肉馅鲜嫩多汁 玉米馅的更是鲜甜可口 百吃不腻 每周我都会包上一斤香 孩子当饭菜 第七种 我相信您吃过很多饺子馅 您肯定没吃过这样的三鲜肉馅 今天我把它分享给你吧 葱姜 花椒五十八粒 长江水泡十分钟 泡出味道 一斤肉馅 姜末 盐鸡精 十三香 生抽 老抽 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泡好的葱姜水 分三次打到肉馅里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各种美食的新吃法 你就留个关注吧 方便以后想吃还能找到我 放入一个鸡蛋 锁住水分 再放入虾仁 木耳 炒好的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最后放入韭菜 油热放入葱姜 八角香叶 两颗香菜 中火熬出锦黄色捞出 炸好的料油放入调好馅里 就这样的三鲜馅 不但营养成分好 还相当的好吃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种 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萝卜肉馅的饺子像我这样调 又鲜又香 吃一个冬天也不腻 首先把白萝卜擦成丝 撒上一小把食用盐拌匀 腌制十分钟 杀出萝卜的水分 一定要钻干多余的水分 然后放案板上给它剁碎 淋上半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这样萝卜的味道更鲜美 而且营养还不会流失 做好的肉馅放入姜末 多一点的大葱碎 淋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 调味放盐 鸡精 胡椒粉 十三香 白糖 生抽 老抽 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按一斤肉馅加二到三两个水 有条件的可以用骨头汤代铁 搅拌至肉馅充分的吸入水分 然后倒入萝卜碎 这样调的馅料鲜嫩多汁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现在正式吃萝卜的季节 你也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九种 猪肉芹菜馅的饺子 不要说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 你可能不信 只要多放一样调量 鲜嫩有多汁 两块钱的肉馅里放姜末 小葱花 盐金金 十三香 胡椒粉 生抽蚝油提鲜 老抽调色 再按照一斤肉馅半斤水的比例 顺着一个方向 搅到肉馅里 这才是饺子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每天分享一个做菜性技巧 麻烦你留个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地感谢 放入三十克食用油锁住水分 再用芹菜把刀切碎 放一勺的盐 拌匀以后 用力像我这样挤出水分 少放一点香油 拌匀以后 放到肉馅里 这样做的猪肉芹菜馅水饺 芹菜翠绿 鲜嫩多汁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种 芋头做的饺子你吃过吗 第一次做就被它的味道惊艳到了 口感顺滑 软糯Q弹又有嚼劲 新鲜的毛玉上锅蒸熟 包去外皮后放入碗中 蒸熟的毛玉特别好按压 按压至这种状态后 少量多次加入红薯粉 揉成偏软一点的面团 剁好的肉馅中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葱花 少许香油 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 许一宽面团 按压成饺子皮的形状 放上肉馅 坠折后再捏合起来备用 水开下入浴角 每天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想吃时找得到 煮至全部漂浮后 沿着锅边加一次清水 煮开后再煮个两三分钟即可捞出 配比和注意事项 我们都打评论区了 喜欢你也动手试试吧